凡人游戏 我来等你 好了 各位 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位女嘉宾是一位30岁的都市白领 人是很漂亮的 自己的条件也很不错 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成家 当然30岁可能放在以前叫大龄生女 当然现在应该不算 不过为什么条件不错的她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结婚成家呢 那么到底她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另一半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又能否签署成功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吧 本期交友女嘉宾陈霞 年龄30岁 重庆人 身高1米60 公司职员 月收入4000元 婚姻状况未婚 大家好 我叫陈霞 今年30岁 目前呢 是一个公司的职员做一些蚊子类的工作 然后约收入呢 是4000元 我的身高呢 是160 起重的话 是98斤 然后目前住在沙平坝 自己购房的 我的性格呢 自己认为呢 是比较属于那种文静类型的 就是小家碧玉类型的 然后也喜欢交朋友 我是一个比较有爱心的女孩子 就比较喜欢小动物 我的性格呢 是比较随和的 就是不容易发生争吵 也没有必要去吵架 我觉得 在日常生活相处当中也是一个好相处的人 对待自己的事业呢 也是比较认真负责的 也比较想就是长期稳定的发展 不想随意的跳槽 在家里呢 也算是比较听父母话的 但是一般都没有住在一起 其实接触的比较少 爱好呢 就是看看书呀 跳跳舞呀 就是在那个短视频上学一些小舞蹈 然后自己会在家里面练 也会自己偶尔拍一下小视频 其实我是一个谈恋爱谈的比较久的人 就是第一段谈了五年 第二个谈了两年 第三个谈了半年多 说说最近一段的感情吧 最近一段感情就是因为是异地 所以分手了 所以说我不喜欢异地 就是经常见不到 两个人发生了矛盾 就是隔着手机也没法解决 我现在的一个交友标准呢 就是看得顺眼 首先要和演员 然后人就是必须在重庆 就是能经常见面的 工作稳定 然后有爱心脾气好 有责任心的 女嘉宾则有要求 有演员 在重庆安家 有稳定的工作 脾气好 有责任心 针对女嘉宾的这些要求 咱们编导最终会为她 匹配到怎样的一位男嘉宾呢 本期交友男嘉宾 宋香伟 年龄33岁 河北人 身高1米68 职业房产中介 月收入3000到5000元 主乘有房有车 退魂 大家好 我叫宋香伟 今年33岁 老家是河北的 现在在做房产中介工作 月收入3000到5000 现在家在加州住 我的性格是比较沉稳 然后做事认真 然后细致 对工作的话 就是态度就是认真努力吧 对于领导交代的任务 自己也会尽心尽力的 想办法去完成 同事的关系也算比较融洽 对待事情就是不争不抢 比较大气包容吧 我也是一个挺单纯的人 现在的兴趣爱好 打下游戏吧 出去旅游下吧 看看书 看看手机 陪陪父母吧 以前一直忙于工作吧 没有感情经历 这方面真的是空白 说现在年龄觉得也到了 有机会能找一个伴侣吧 要想找一个就是勤俭持家的吧 要有稳定工作吧 安安心心过日子吧 男嘉宾的则有要求 勤俭持家 有稳定工作 安心过日子 男嘉宾想要找一位 持家能干的女生 咱们女嘉宾可以说 非常符合条件 而男嘉宾的踏实稳定 也是女嘉宾所期待的品质 两人的匹配指数达到了80% 那么他们今天的约会 能顺利进行吗 好 各位 我旁边这位呢 就是今天的女嘉宾陈霞了 而我身后的这栋楼 不是她的楼 但是是她工作的地方 是吧 上班的地方 对 就说起来你在这一块上班 我觉得气质还是不一样的 这边高度大赛比较多 那当然都是精英白领 才在这个地方上班 对不对 那我觉得各方面 其实还是都挺优秀的 为什么不成家呢 是因为在这个地方上班的人 大家都去努力赚钱去了吗 可能是缘分没到 那缘分最接近于结婚的那一次 就是赌博吧 就我们谈了五年了 对 就是赌博 大盘 不是 他是买股票 嗯 谁跟你说买股票是赌博 然后他就借借 炒股输了钱 对 然后借高利贷 那所以最后就没有能够走到一起 是吧 对 嗯 那现在对于找另外一半 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和要求 首先要和演员嘛 嗯 然后性格要好就是踏实 嗯 然后顾佳体贴一点 嗯 你自己平时工作忙不忙 工作其实还挺忙的 嗯 对 那所以要找一个相对来讲 能够顾佳一点 嗯 对 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啊 就是你每天在这个地方上班 都是跟你一样都市百里 嗯 精英人士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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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附近每天来来回回的 就没有碰到过缘分吗 就要是陌生人 你也不好去跟人家说大赛呀 什么呀 恋爱之前都是陌生人啊 恋爱之后就成了亲密的人 那也有一个媒介介绍嘛 像这种的 那你跟我说一下 你对物质上面 在经济上面有些什么具体的要求呢 工资的话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要求 就是能养活就可以了 嗯 那希望缘分早一点到好不好 嗯 好 呃 今天呢我们选择到这个地方来 嗯 一方面是因为为了照顾你上班 那第二点呢也是因为呢 男嘉宾提出来呢 想到你工作的地方来看望一下 啊 也来了解一下你的工作 嗯 好不好 可以 好 那我们先去接男嘉宾 嗯 然后待会儿你你在楼下 哎 接一下我们好不好 好 好 而就在女嘉宾回办公室做准备的同时 咱们的男嘉宾也已经来到了现场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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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老师 你好 你好 欢迎啊 好 来来来 我们面朝大家镜头在这里啊 宋老师是慢性子吧 应该 哦 啊 对 我刚看你走路过来不紧不慢的 对对 宋老师哪里人 河北 河北人啊 到重庆多长时间了 十三年了 多少 十三年 十三年了 哦 你到重庆都死三年了吗 嗯 来重庆话应该回所了才 嗯 说不来了 听死听得到 听死听得到 十三年前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到重庆呢 父母要来重庆就来了 哦 父母到重庆来工作 哦 就跟着一起过来了是吧 哦 那相当于重庆就是应该是你的第二故乡了 对对 那现在是在做 在房产中介 房产中介 哦 哎呦 现在房产中介好不好做到底 说实话 一般般吧 我业绩不算好 啊 这一年不开张 一开张可以十三年是吧 半年吧 啊 吃半年 这座城市也不是陌生的 哦 对对 可是为什么来重庆十三年了 都在重庆没有谈不恋爱呢 那时候太小吧 没有没想过 是 不什么叫十三年前是太小 可是十年前就不小了呀 五年前也不小了呀 嗯 自己没没太想这回事 有的话就尽快吧 啊 啊 生活这么佛性的吗 算是吧 不强求 缘分来了也不拒绝 那看来就是 过来试试运气是吧 对对 我我也没没准备 好 宋老师嘴上说没有什么态度的准备 但事实上我看今天还是有备而来的 对不对 啊 你看 西装领带 西裤皮鞋 是吧 对我上班就穿这个我就来了 马上呢我们就要去见女嘉宾了啊 那这个女孩呢就在我身旁的这个楼里边上班 那公司的职员 上去之前 你觉得还需不需要做些什么样的准备 嗯 买杯乐咖啡吧 反正冬天嘛 是吧 表达你的一个吸力和温暖好不好 是吧 那咱们去买咖啡 买了咖啡 上去见女嘉宾好不好 是 看来男嘉宾还是挺会来事的男人嘛 以前有给你其他的女嘉宾买咖啡吗 没有没有 第一次给女孩子买饮料 对对 哦 你知道女生喜欢喝什么吗 那卡不清我是不是 哎 聪明 带你甜味 奶油的哈 但是我不喝咖啡 对 你喝点什么吗 有那个 哦 卡不清 这个 这是咖啡吧 哦 对 所以就要个重杯吧 好 你 热的 要热的 哦 热的 嗯 我看男嘉宾宋老师已经准备好咖啡了 热咖啡现在已经拎在手上了 买的什么口味的咖啡呢 卡不清 哦 哦 就是有点甜甜的是不是 啊 我们先过来看一下 好 我看前面那个穿着 应该是 橘红色的大衣 正在 又还在补妆呢 那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女嘉宾了 啊 来来来来看一下看一下 啊 这感觉怎么样 还行 嗯 还行 啊 你很勉强的样子 哈哈哈 嗯 也可以吧 嗯 现在心情怎么样 心情 嗯 嗯 一般吧 紧不紧张 倒不紧张 不不不不不紧张 是紧 还是紧张 还是不紧张 不紧张 现在那是没有一丝波澜吗 嗯 没有 那待会儿见到女嘉宾以后 要跟她聊点什么 说点什么 想好了没 没想 没想好 啊 我也不知道早上的话 哈哈哈 好吧好吧 那我先带你进去见一下女嘉宾吧 你好 是陈女士吗 你好你好你好 来来来来 我们过来我们过来 你就站在那个地方啊 啊 刚刚在外面的时候 我们已经在外面观察你半天 嗯 正在补妆 哦 没有我在看手机 我看手机 好我想补妆补好了 我们就可以进来了啊 旁边这一位呢 就是今天的男嘉宾啊 姓宋啊 宋老师 宋老师河北人啊 河北外地的 虽然外地人 但是已经到重庆十三年了 哦 挺旧的 哎 虽然来重庆十三年了 嗯 还是不会说重庆话 哈哈哈 所以他还是一个外地人啊 啊 所以呢 刚刚宋老师给你买了一杯咖啡 哦哦 谢谢 太甜心了 你来来来来 笑娜笑娜 啊 恭敬不如存命啊 今天喝咖啡没有 没有 哦好 那你不要尝一下 嗯 可以 待会吧 穿的就是整整齐齐的吧 跟他的职业有关 然后 五官的话 就是也还可以吧 我觉得你嘉宾穿的还是挺时髦的 呃 大大方方的 五官也挺端正的 行 那好吧 那我们这个地方就不久待了 嗯 呃 我们接下来去参观一下 可以 看一下你工作的地方 我带你们上去吧 走吧走吧走吧 两人对于彼此的初步印象还是不错的 然而就在来到办公室之后 女嘉宾却为何频频的挑起了男嘉宾的毛病呢 思想观念确实是比较封建 表现我不是特别满意 不是我跟我可能不太批评吧 在消费观念上会存在一些问题 他们之间的矛盾究竟因何而起 这一切还要回到两人刚到办公室时说起 好好好 这里面 你们给我 你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吗 呃 你好 哈哈哈 大家好 这是就是我今天的相亲对象 可以帮我参考一下 哦 那我带他到我工作的地方呢 主要是想让我的同事帮我看一下男嘉宾的为人处事呀 还有长相性格方面怎么样 也想让男嘉宾呢 能更加的了解我的一些工作状态呀 宋老师是做房产销售的啊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带宋老师过来参观一下 咱们这个陈霞工作的地方探望一下他好不好 看看大家对于女嘉宾的印象到底怎么样 大家可以畅所欲言了 就是女嘉宾这个人就是平时性格还是很文静 嗯哼 工作其实处理的各方面的问题 也处理的很仔细 就是不管是工作来说还是作业朋友 都是很不错的 那会不会是好女朋友或者是好妻子呢 有没有这个这方面的能力呢 我觉得必然是好女朋友好妻子 因为他性格很乖巧 他也不会跟我们发生任何的矛盾 总是很好说话的人 那他现在一直单身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可能是工作比较忙吧 平时生活比较简单 好问一下帅小伙啊 你有没有女朋友呢 我有 哦你有 你有 你们平时都在这上班 就是有没有 以前同事啊或者周围的 这个附近的人 看上了陈霞 那个他性格就比较 内向嘛 然后不太爱说话 然后可能社交也比较少嘛 然后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原因 就是你给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他没有在同事当中谈朋友恋爱 同事呢 只有我一个男生 首先人长得好看嘛 然后平时呢跟我们相处也很融洽 就是因为我可能会年龄比较小一点 平时工作啊什么的 他都会比较照顾我一点点嘛 虽然说他是那种话不多 但是认真做事的那种人 对就是那种 然后平时啊跟大家相处起来都非常好 就是我们整个办公室的氛围啊 都是属于那种 就是大家都好说话的那种 对 你觉得他适合找一个什么样子的男朋友呢 兴趣相投吧 然后可能因为工作原因嘛 就是外面的社交可能确实会少一些些 然后其实我觉得可能也需要一个人就带他出去 就是说拓转一下朋友圈啊 或者这种类似的吧 他性格属于外相还是内相 慢性格还是急性格 你说他慢吧 其实也还好 就是也不算特别极端的那种种 男嘉宾虽然一直没有说话 但是我相信我刚问的这些问题 应该是帮他也问出了他想了解的了啊 听完同事们的介绍之后 哪些是你看中的 工作挺细致 挺踏实吧 对人也很暴露 我听完他们同事的评价 我还是觉得挺惊喜的 然后这个女孩还是挺踏实 挺能干的 就是刚刚我听同事介绍说呢 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同事啊 希望陈霞能够找一个人 带他出去拓展一下自己 然后甚至是带领他 就是到外面去 让他的性格更加的 可能要外向一点啊 然后工作繁忙之余呢 也能够更加丰富一点生活 你觉得这方面 你听了有没有压力 尽力吧 嗯 嗯 你觉得你是不是一个能够带动得起他的人 嗯 嗯 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吧 哦 你平时爱出去玩吗 你收集的话 还是挺爱出去的 就是你介绍一下你自己的业余生活吧 现在就是除了 有时间的话就出去玩吧 有时间的话就出去玩吧 玩什么呀 嗯 现在也不喜欢看电影 不喜欢唱歌的东西 一个都上不起了 打打台球吧 要是算一个嘛 打台球 好 你喜欢吗 台球不太喜欢 只要不打麻将就好 打麻将也算一个 打麻将真有啊 啊 结果还是都有他同事的 就是人多没有放开嘛 就没怎么说话 好了 那我们就不打搅大家同事们工作了好不好 对 那边十三都有个休息室 我们可以去那边再细聊一下 走之前有没有什么祝福的话 要带给陈夏的 祝你今天成功签生哦 好 托大家的福啊 希望他能够早上贵子 好 走吧走吧 那我们走了 那我们就上十三了嘛 好 参观完办公室之后 两人又决定到楼上的休息室 想聊一番 可刚到目的地 女嘉宾就独自找到了特派员 吐露出了自己的心声 我想跟你单独聊一下 你说 就是我觉得这个男嘉宾 他就是 心里有点雷上 就是 是 我也感觉出来了 也比较少嘛 感觉他也有爱好也不是很多 嗯 就是 就是这些方面可能不太 而且我觉得他性格好像很 就是慢性子 就是 就本身这种性格 你自己喜不喜欢 就是说 跟我可能不太 一匹一匹吧 嗯 你自己的性格呢 我自己是 你同事不是也介绍说 你自己也是 嗯 所以说 我想到一个就是能带你我稍微玩上一点 对 对 其实说实话 男嘉宾在就是我工作的地方的话的表现我不是特别满意 但是出于礼貌呢 我还是说就是继续深入的了解一下 反正我觉得凡事都是有利有弊啊 嗯 你知道性格开朗的男生他可能风险高一点是吧 那我看男嘉宾的性格虽然是偏内向 话不多 嗯 但是如果你是想找一个踏实过日子的人 啊 你也想找一个能够把家里照顾得很好的人 其实话多话少不重要 嗯 关键是他如果真心对你好 能够给你带来一个温暖的家庭的感觉 就我觉得这也就是他可能擅长的一方面 希望你更全面的去考虑这个问题好不好 嗯 行 那行吧 我们先去找男嘉宾 我们问问他这个性格的问题 嗯 看看他是紧张呢 那还是说他本来性格就是这样子好不好 好 走吧 宋总你好 嗯 你好 哈哈哈哈 就是我们现在有点严肃啊 男嘉宾是 不知道是没有放得开 是有点紧张呢 还说你自己本身性格的原因 就觉得你一直都基本上从头到尾没有怎么说过话 嗯 紧张到没有 嗯 那就说你平时话就不多 对对对 平时也很少说话 嗯 嗯 也没什么没什么来说话 没什么人数啊 嗯 你身边没有朋友吗 很少会会会在一起 初中还有活泼节 啊 高中以后就变了 哦 高中发生什么事了 高中可能是进入那种青春期的嘛 嗯 性格就变了 但是你知道如果要相亲你要谈恋爱 作为一个男方来讲的话 可能还是要主动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也是你到现在为止 30多岁一直都没有谈恋爱结婚 啊 其中的一个原因对不对 啊 对对 是的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你希望他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变 性格的话就是还是多与人接触交流嘛 百度啊搜一下怎么与人多相处沟通嘛 啊 就是他愿不愿意去改变自己的性格 嗯 愿不愿意做一些现在的尝试对不对 啊 愿不愿意 这个是愿意的 好 如果愿意 我们就一起来想办法 你喜欢唱歌吗 平时 现在不喜欢 现在不喜欢 那现在不喜欢啊 好 越不喜欢的就越是要去改变的地方 那项安静的男嘉宾会为了争取自己的爱情 勇敢的做出改变吗 我也知道我这个缺点嘛 看到生人就不敢说话 就是还是能够争取克服的 你唱嘛 唱了我们来猜 看我们能不能猜到是什么歌 很想某人 我最思念的某人 我最想见的某人 其实我并不否认 我迷恋你的眼神和你给我跑掉了 这是周锦伦的歌吗 不是 什么歌你能告诉我吗 那想某人嘛 男嘉宾大还是挺会选歌名的哈 不是我前前些天在刷视频看到这首歌 陈霞会不会唱这首歌吧 哼一下 好开始了哈 很想某人 我最思念的某人 我最想见的某人 其实我并不否认 我迷恋你的眼神 很想某人 我最心爱的某人 我最牵挂的某人 等待你的转身 我们会冒雨狂奔 去搭建世界玩笑沉沦 对对对 最好 反正我也没听过 我也不知道那个旋律该是怎么样的 一首歌之后 笑声弥漫在了空气中 现场的气氛也轻松了很多 和他一起唱歌的时候 就觉得就放松了 就不拘束了吧 他也确实做出了改变 就是他说他也不会唱歌 然后自己从手机上 翻出来了一首歌 能看出来他的诚意 还是满满的 刚刚这个应该就是 男嘉宾做出来的一次努力 而且我觉得刚唱歌的过程当中 应该也能够让我们看到他的变化 那现在我帮你们把这个头儿给切好了 接下来这个事情就交给你们了 好不好 你再次聊一聊吧 关注老年人 守住肺部健康防线 中药补肺丸 南提醒您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治保三边酒 治疗肾亏肾虚十大病症 突破难题 重拾信心 购义疗程 家议员多得一瓶 地址 重庆市杨家平步行街 交通银行行 陆患堂中医馆 电话40名023-8008 40名023-8008 老公要补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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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补肾 要补肾 补肾就要补肾经 中华老字号 男人的治保 治保三边酒 中华老字号 中华牌 治保三边酒 采用路边 海狗边 狗边 鹿绒 海马 各界 人参等20位名贵药材 萃取制成 国药准刺OTC 经严格审批 明确具有 补血生经 健脑补肾的功能 治疗体质虚弱 神经衰弱 腰背酸痛 用脑过度 贫血头晕 经济健忘 刺汗虚汗 胃寒失眠 面色苍白 继续实检十大病症 一瓶药酒 刺中猪治功能 一瓶药酒 治疗十大病症 马上喝起来 身体强起来 男人喝好酒 治保三边酒 治保三边酒 治疗肾虚肾虚 十大病症 突破难题 重拾信心 购义疗程 家议员多得一瓶 地址 重庆市杨家平步行街 交通银行堂 陆患堂中医馆 电话 40名 023 8008 40名 023 8008 身亏身虚 会怎样 力不从心 感觉身体被掏空 身亏身虚 会怎样 胳膊腿发软 搞不起精神 干啥都觉得累 身亏身虚 会怎样 健忘 刚刚还拿着手机 一会儿忘记放在哪里 老了 中亚财质保三边酒 采用路边 海狗边 狗边 鹿虫 海马 蛤戒 人参等20位名贵药材 萃取制成 国药准刺OTC 经严格审批 明确具有 捕血生精 健脑补肾的功能 降价了 降价了 药品降价了 中亚质保药业 90周年大庆 质保三边酒 原价159元一瓶 现在直降100元 只要59元一瓶 仅在本次特会活动期间 现在打进电话 订购医疗程 加一元可换购一瓶 加三元换购三瓶 制保三边酒 治疗肾亏肾虚十大病症 突破难题 重拾信心 购医疗程 加一元多得一瓶 地址重庆市杨家平步行街 交通银行旁 陆患堂中医馆 电话 40名 023 8008 40名 023 8008 40名 023 8008 还有事我来等你 关注老年人守住老人肺部健康防线 养无疾盘中药补肺完 每天两完补强肺功能 就是我想了解一下你就是工作具体做些什么的 电话中间 我之前听说过 我感觉消失的话要特别会缩 要锻炼一下口才嘛 那你是才去不久 其实有一年了 那你挺久的 就有开单吗 买卖没有 但是有房子 租你 有房子是被别人卖出去的 那我现在可以当你的客户 你可以接待我一下嘛 就是我来找你租房子 我看他的样子就表示深度的怀疑 他这样的样子怎么去和别人沟通 然后我就试着说跟他做一下情景模拟 老师你好 你是想租哪里的房子 就是租离地铁比较近的 然后繁华的比较方便的 几号线 三号线吧 三号线 观音桥那里 对观音桥比较繁华 两室的吧 两室的 还是 价格呢 那一千多的好找呢 一千多的 就找不到两室的应该是 就是能找到的话 就是那种老房子 或者说楼梯房 如果在你们这儿租房的话 就是有什么优势呢 我们这边肯定 绝对都是真房源 而且如果是假的话 假意会赔白的 实大安心服务程度 会真的会兑现的 就是没有出租权 就是会换出免用的 我当他的客户去演练一下 结果呢 在沟通下来的话 发现他的专业姿势 其实还是挺足的 我是90年 33 对对 我昨天正好 正好是33周岁的生日过的 那我还是给你组一个 生日快乐 你是许的什么愿 昨天 没有许愿 我也没有说是正式的过生 蛋糕也没吃 一个人吗 对 昨天正好中午有一个汉堡店 他送了我生日券 相当于吃了一顿汉堡 就算是过生了 对 父母也没有给你过 没有 他们也不知道 他们昨天也没在家 同事的话都不知道吗 我天天没给他们说 那你自己一个人的话 其实还是蛮孤单的 习惯了 对 对 其实就是说平时还是 就是要多和朋友联系 我觉得女嘉宾也挺大度 也挺善解人意的 她一直在鼓励我 男嘉宾孤独的处境 虽然让善良的女嘉宾心生同情 但接下来 她还是提出了几个现实的问题 你现在住的话是自己住 还是和家人一起的呢 我和父母住一起 那你以后要是成家的话 你是自己单独住呢 还是觉得和父母一起住比较好呢 单独住 还是单独住比较好 考虑过什么时候买房了吗 确实要结婚的话肯定会需要的 应该父母还是会支持 对吧 应该会支持的 你买房的话 就是愿意写女方的名字吗 可以写的 以后买房子 这个肯定是没问题的 然后写她名字也是没问题的 这个就是 以后是一家年的话 那肯定就不分你我了 我肯定会给她足够安全感的 她还是就是挺大气的 挺符合就是女方的一个观点的 就是她说 可以加女方的名字 资金方面你有就是准备好吗 应该是可以的 如果我父母可以支持的话 或者女方也可以承担的话 会更好一些 就是父母付首付 然后两个人自己还吗 这样也可以 你一个月收入大概多少了 没这种收入不稳定 能三千或者到五千 假如说你买了房的话 要还贷款 然后对于生活压力这方面 你觉得有什么就是负担吗 五千块应该可以 可以够的 那你平时的话也挺就是节俭的 对对 现在也没什么花销这样 吃住都在家里的话 可能五百 最多五百吧 那确实就是算挺节俭的 她说她一个月 基本上不怎么消费 然后一个月消费的话 大概在五百左右 我觉得就太节俭的 太不可思议了 因为我有时候出去吃顿饭 可能就要花几百块钱 这点的话我担心 我们以后的话 就是在消费观念上 会存在一些问题 消费观的不同 让两人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而随后女嘉宾又问出了一个 更加犀利的问题 那你觉得的话 就是你父母就是是那种 比较好相处的那种父母吗 还是比较刁难人的 她说她们父母是北方老家农村的 就是思想观念确实是比较封建 然后对女孩子的一些穿衣 打扮还有生活习惯 这些可能都会有所干涉 这是我比较担心的一些问题 女嘉宾其实真的不用担心我父母 我父母是很通经达理的人 但是女嘉宾有这方面的担心 我也是可以理解的 确实以前北方老人的观念 是挺传统的 我听说就是北方的父母 比较传统 还有什么纵男轻女 就是你父母的话 有没有这方面的想法 应该是没这种想法的 也没跟我说过这些 应该都能接受 好 来 刚刚我听其实大家聊的 还比较的深入 父母现在在重庆 适应重庆的生活了 对 适应 虽然男嘉宾说 现在父母在重庆 生活的也很适应 但是有一些想法或者思想 那可能还会比较根深蒂固的 跟自己的老家的想法 会是比较的一致的 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可以 跟父母也了解一下情况 这样让女嘉宾也可以 打消一下顾虑好不好 你们还要说话吗 你说就行 你说就行 就是那个问题吧 我刚刚要给她说了 那是你说的吗 到底是父母是不是 这么想的吗 从男嘉宾忐忑不安的精神来看 她还是挺顾忌妈妈感受的 那么这位从北方农村 来到重庆定居的阿姨 真的如她儿子所说 是个很好相处的人吗 关注老年人守住肺部健康防线 中药补肺丸提醒您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立东进补 来捏打虎 立东了老年人要进补 咱老年人的肺和咱们一样 老了肺功能变差 更需要好好补补 天一朗了 这老曼之老可传可就难过 是时候该补补肺了 养无几补肺丸 放一补墙肺功能 老年人的肺 老曼之的肺 老亏喘的肺 立东都要补一补哟 立东开始补肺 补肺是半途肺 关注老年人 守住肺部健康防线 中药补肺丸提醒您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本节目由OTC国药准字号 福禄康牌熊丸粉冠名播出 福禄康牌熊丸粉有治疗功效的熊丸粉 清热明目平干对肝好 肠聚会咽喉痛 用OTC国药福禄康牌熊丸粉对肝好 眼睛肿眼睛痛 用OTC国药福禄康牌熊丸粉对肝好 肝好有福了 有福有路有健康 福禄康牌熊丸粉 喂 什么呀 你到吗家了 那是教员什么了 我都想我印象 如果要是找对象的话 有什么要求啊 你讲不着你教授 他的类 看着保隆的 老师保险在困难的像 就是老中间的 看着黄色张扎的 那妈的闹的像 你可以问一下妈妈 是不是必须要求他 嗯 我这个说个话怕什么 你旁边还不能有人说话 哦没事 教我那些得会做是吧 哎 你瞎这时呢 你的时候你 不要那厨处看踏的来吧 你现在是直接厨处再说 不要那厨处再说 别说话很厨处的 没得能看坏钱 哦行行行行 这套的也没有多余的要求是吧 你要求力气力特高的 你踏上你了吗 要蹭脚的话 那不会像在北方要求的 必须是个男孩嘛 你觉得你还没踏呢 你裸裸闹的门了 哦行行行 主要是扛就要跳的来吧 哦行行 好好我知道了 我妈说她没有那个像 需不需要翻译 听得懂啊 大概能够听得懂 你听到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吗 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没有那种传统观念吗 妈妈还是一个就是比较通情达理的人 就是在这些方面的话 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 妈妈表达了态度以后 正好呢也可以打消 陈霞的这个故意 就说明其实按照当代的父母 他们的想法 不管你身处在中国的南方还是北方 不管你是在城市还是农村 其实最重要的父母也知道 只要子女过得好 那就是最重要的是吧 生儿生理都一样 只要是亲生的就好 是吧 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爱情盲盒的环节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准备了一些大家感兴趣的话题 希望通过这个话题 能够让你们更多的了解对方 好吧 那么经过深入的了解后 他们最终能否打消顾虑 勇敢的走向彼此呢 好了接下来是我们在选择前的 最后一个环节 爱心盲盒 在这个里面呢 有一些问题 希望通过你们真诚的快问快答 让对方更加的了解自己 好吧 来我们请男嘉宾来抽一个问题 好 这个问题是 如果以后和对方的父母 产生了矛盾 你会怎么做 这个问题对于他来讲 可能有一定难度 因为他从来没有这种经历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以看看他 为人处事的一个技巧 或者处事之道 如果不重要的事情 可以让的就让的 就这样 不重要的 那哪些在你的心目当中 是重要的问题呢 哪些问题是你觉得就不能让的 现在也觉得没什么不能让的 除了什么生死有关的大事 其他的还都可以 都可以商量 如果说大局的话 什么叫什么以退为进 比如说他和你的妈妈 有一些矛盾 婆媳关系 那这个是大概率的事情 对吧 我更多的会 会开导一下我妈妈 如果帮着说话的话 会帮着女方说些话 我们听听陈霞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对方发生了矛盾 像我的性格的话 我就先不理 你越吵了 可能会一个人还两句 那就很多句了 对 有时候就是话敢话 所以就会上情绪 对吧 让对方冷静 那我也冷静一下 刚刚那个男嘉宾也说 他说他有些东西 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 他就会选择让 你会吗 其实我也会吧 也会让 退一步海阔天空 真赢的道理 输了感情 没有意义 好了 通过刚刚爱琴盲盒的这个快问快答呢 让你们更多的去了解 到了对方的一些态度和想法 也让你们能够有机会去考虑自己 和对方到底是不是合适 接下来呢给你们点时间 你们可以做一下最后的思考 在思考好了之后 我们进入到今天最后的选择 选择的方式也很简单 我们待会在路边 大家背对背而立 如果愿意选择对方 就请为对方转身 如果不愿意的话 就可以静止离开 去寻找自己新的幸福 和新的方向好不好 好 那么再给他们二位一点思考的时间 待会看下他们的选择 好 我们看一下双方最后的选择 3 2 1 请选择 关注老年人 守住肺部健康防线 中药补肺丸提醒您 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立东进补 来年打虎 立东了 老年人要进补 咱老年人的肺 和咱们一样 老了肺功能变差 更需要好好补补 老年人的肺 老曼芝的肺 老推喘的肺 立东都要补一补哦 立东开始补肺 补肺是半途肺 关注老年人 守住肺部健康防线 中药补肺丸提醒您 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我来等你 关注老年人 守住老人肺部健康防线 养无疾盘 中药补肺丸 每天两丸 补强肺功能 好 我们看一下 双方最后的选择 3 2 1 请选择 好了 既然都为大家 转过身来了 我们就不要再 四目相对看着对方了 好不好 来了 来 我们站到一起 小宋是第一时间 就转过身来了 代表他的态度 非常的坚决 但是我看到 陈霞这边是 犹豫了一会儿 但是最终 还是选择了 为男嘉宾转身 我觉得其实上来 你人还是挺不错的 就是可能说 现在度的话 有点太高级了 就是我觉得 还是常常又做情人心 你这个朋友 还是挺不错的 可以 当然我觉得 这也是给男嘉宾 以后更多的可能 那我们就从朋友 开始做起 好好的去了解对方 好 我们的男嘉宾 虽然他来到重庆 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但是呢 因为一直没有在 这座城市恋爱过 也没有在 这座城市当中安家 所以心里总归觉得 差点什么 对吧 那当然今天来到我们的 节目当中呢 来交朋友 来相亲 虽然呢他话不多 性格内向 也会有一些自己的 可能的一些这个问题 不过呢 他的真诚 他的朴实 也打动了女嘉宾 也让女嘉宾看到了 他身上的这些赏光点 那我们电视前 其他的观众朋友 大家如果也想来报名参加 我们的节目 也想来相亲的话 大家可以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或者呢 您也可以直接到龙湖 新映城二楼 反而游戏线下互联服务中心 来直接报名 爱情靠争取 我爱不放弃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